阿薩斯是一個遠古種族 冥血族The Darken的傳奇戰士 據說在英雄聯盟世界中只剩下五位族裔的人 阿薩斯一直利用他手上的那把巨劍去殺敵 這把巨劍像有生命般不停為阿薩斯吸取敵人的血液 通過戰鬥亦變得越來越是血 阿薩斯已經存在著在英雄聯盟世界中很久很久 久到有人開始記載歷史的時候已經有他的存在 而他的第一次被記載就是幫助波塔托瑞 波塔托瑞在這一戰中是弱勢的一方 他們的戰鬥亦是無可避免注定失敗 但阿薩斯的出現用他強烈的戰鬥技巧去戰場上殺敵 令到這一場本來是無可避免的敗仗轉化為他們的勝仗 雖然他在那場戰鬥之後就消聲匿跡 但他曾經的存在就帶來深緣的影響 在這一戰之後那些戰勝的戰士變得戰無不勝 但真正的是慢慢地改變了他們的內心 令到他變得殺人成勝 他們所做的只不過是單純的一場屠殺 據說這次的戰役其實就是在召喚斯峽谷 Summoner Rift 裡面的森林之中發生 亦就是雙方利用著這個地方的魔法力量來進行戰鬥 這場戰鬥亦被定名為符文之戰 在這次戰鬥之後 阿薩斯多次在歷史中出現 美其名為弱者的一方戰鬥 但實際的就是帶來更多的暴力 更多的戰鬥 更多的衝突 他講關於阿薩斯方面 Atros 一字其實是來自拉丁文 這個字是代表著野蠻和殘忍 而他的故事真是和希臘神話之中的 戰神阿瑞斯相似 如之前所說 阿薩斯是剩下五位冥血族之一 但同時也是唯一一位 有歷史記載的冥血族戰士 另外在法洛斯的聲音 和他那把好像有生命的弓感 就像阿薩斯和他那把嗜血的劍 所以有人認為 法洛斯或至少在他身體內的東西 都曾經是冥血族的族人之一 而阿薩斯被很多人被譽為 永生不死 是因為他出現過在不同大大小小的戰役之中 不同的角度都有對他有不同的傳說 最後在開大忌的時候 無論你在地圖的邊都會聽到他的聲音 而開啟大忌的時候 你所聽到他說的話 其實是一些語音的導帶來的 接著是重貨倫的 一心中的風格 川子 我認為 川子 川子 二百姓 川子 川子 多謝大家收看,我是Ryan 如果你還未訂閱,就快點訂閱吧 我們下次再見,拜拜